今天2015年的5月20號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 我們在去年也是同樣在這一天也舉辦了QNAP新產品新技術的發表 我們針對Mac就是Apple的使用客戶發表了一款最新的3加1的Thunderbolt NAS 所以在2015年我們最期望的是我們的NAS除了能夠廣泛的被一般用戶使用之外 能夠針對Apple的用戶也可以在影音編輯這個領域裡面有一個貢獻 今天活動主要是早上我們是跟IEI共同舉辦的關於工業電腦 以及整個NAS的應用的一個發表會 那在下午的話我們主要是針對今年2015年新的一些QTS 新的作業系統的發表 在雲端計算的時代我相信今天IEI跟QNAP的這樣的結合 讓整個軟體的這個開發更順利更順暢更符合整個市場速度的這樣的要求 在這次的QTS 4.2.0中我們做了一個全新的UI 那在這個UI除了使用者可以看到全新的畫面之外 我們也提供了更流暢的軟體服務 快照的技術包含了可以鎖動或是定時拍攝快照 或者是我們有提供快照複製的技術 讓使用者獲得更完整的資料保全 三德波納斯採用Intel最新的三德波2的技術 傳輸速度可以高達20Gbps 而且這台三德波納斯跟其他一般新的三德波產品非常非常不一樣 它支援三種模式 它可以直接作為DAS 它可以直接作為NAS 它可以作為iSCSI線 對於所有的Mac的用者來講它是一大福音 今天QNAP威廉通推出了QSURCH全域快收 那可以幫助我們的使用者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我們所要想要的檔案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